女生如果超過50歲以後的話 他的肝臟他纖維化進展的程度 是比男生還來得快 有脂肪肝的人 他離癌的風險會多兩倍 而且這個離癌的風險 不只是肝癌 他連像大腸癌啊 胃癌啊 食道癌啊 胰臟癌啊 像女中的子宮癌啊 他這個得到的風險也都比較高 那這些脂肪你有沒有辦法靠藥物 讓他憑空消失 消脂就大概就沒有那個辦法 那我們要來介紹的這位醫師呢 本身是基隆腸根的 這個腸胃肝膽科的醫師 那他也是肝病中心的研究員 我們再歡迎的名醫 錢振宏醫師 醫師你好 哲敬好 大家好 新聞裡面發現說 台灣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 有脂肪肝的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但是大家都不太了解到 脂肪肝到底會怎麼樣 影響到我們的健康呢 脂肪肝可以說是最常見的肝臟疾病 常常有人就發現 做個超INPO就說 醫生就告訴說 你這個有輕度脂肪肝或重度脂肪肝 那感覺好像現在有脂肪肝的人越來越多 可是這不是只是在台灣喔 在美國也是一樣 我來先講一個比較重要的數字 就是現在呢 因為肝病去換肝的理由當中 脂肪肝在最近這10年有增長10倍之多 10倍喔 10倍 對 現在排名可以說是第二嚴重的肝臟疾病 如果說不理會脂肪肝的話 其實它會怎麼樣演變 它病理上的演變到最後會越來越嚴重 但是它會怎麼樣去發展呢 肝臟一般來說 我們的肝臟細胞裡面是沒有脂肪的 其實就像其他的器官一樣 其實大家想想看喔 就是我們很少聽到什麼脂肪肺啊 脂肪腎啊 可是我們的身體構造裡面 就是肝臟會堆積脂肪 那就是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營養過剩啊 它的大小就會比原來的還要大 是 那等到它變大之後呢 它有時候會引起慢性的發炎 那一旦進入發炎就一樣 同樣可能會肝硬化 會有肝癌出現的可能 之前就有一個病患呢 它是長期有糖尿病 有高血壓 它差不多60歲左右 那其實它前面幾年呢 大概都是很注意 它自己的血壓 跟它的血糖 那有時候它大部分回診的時候 就拿三高的藥 都在性程代謝科門診拿藥 那個時候大概 它的印象是大概在5年前的時候 曾經做過超音波 醫生告訴它有脂肪肝 那它就覺得說 好像這脂肪肝 總是沒有來的糖尿病啊 或者是高血壓來的危險嘛 所以它就主要 它這幾年都固定在追蹤 它心臟的疾病 跟它血糖的控制 可是它後來的時候 它就有一天它常常胸悶 然後身體不舒服 那性上科醫師就建議它說 做一個心導管 那做心導管之前呢 他們就幫它安排一個超音波 結果沒想到它超音波照起來 肝臟居然有一個5公分的肝癌 這個就是真的是 5公分的肝癌 對啊 這它嚇了一跳啊 就是說其實它的生活作息 是很不錯的喔 就是它其實就是 沒有抽菸沒有喝酒 本身檢我們檢查起來 也沒有V型肝 也沒有C型肝炎 頂多就是它就是有一個脂肪肝 就是大概這5年來 都是有一個脂肪肝的現象 但是它這個它就沒有真的在追蹤 長期有脂肪肝的病患呢 它還是有離癌的風險 我記得一個大型的研究 它是最終長達21年 去看看說有脂肪肝的人 它會不會比較有離癌的風險 總體而言的話 它離癌的風險會多兩倍 而且這個離癌的風險 不只是肝癌 它連像大腸癌啊 胃癌啊 食道癌啊 胰臟癌啊 像女中的子宮癌啊 它這個得到的風險也都比較高 這個風險比較高呢 跟體重還沒什麼關係喔 我們一般認為說 好像脂肪肝的人 就是可能比較肥胖 體重會增加 可是在這個研究中發現說 不管你是不是肥胖 你只要有脂肪肝的話 就比較容易離癌 我們在跟身邊的朋友 討論脂肪肝的時候 有時候常常聽到就是說 只有胖子才會脂肪肝 吃素的不會脂肪肝 那實際上我就很好奇啊 這裡面應該有很多資訊 是值得商榷的嘛 對不對 第一個我們是說瘦的人 是不是只有 瘦的人就不會脂肪肝 或是說只有胖的人會脂肪肝 那我沒有錯 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體重過重 那這個當然是沒有錯 就是體重過重的人 或者是真的肥胖的人 他脂肪肝的比例 是的確比較高 是 還是有一部分的人 然後他是沒有體重過重 就譬如說他的BMI是正常 像我們常常在幫病患做超音波 腹部超音波 我就曾經做過一個差不多36歲的男性 不到40歲喔 他的身材其實差不多身高 我也問他差不多175公分左右 體重呢差不多65公斤 可是他差不多做起來 是有中度的脂肪肝 中度喔 已經到中度 那我覺得很奇怪 我說我這樣看了你的身材 你是以前比較胖嗎 因為有些人來做追蹤是說 他可能也許前幾年很胖 然後那個只是肝臟的脂肪沒有消掉 他說沒有沒有 他從以前到現在身材其實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他並不胖 並不胖 而且他就是有脂肪肝 那在醫學上的確喔 就是說瘦的人裡面還是有一成的人有脂肪肝 BMI是小於24的人 還是有一成的人脂肪肝 那這個有時候現在認為是跟基因有關 跟遺傳有關 對 那他有找到特殊的基因呢 異常的話會造成這個脂肪肝的出現 所以像這個先生我有問他 我就說像你的 他說不只是他 他說他的爸爸 他的哥哥其實都不胖 也是都一樣有脂肪肝 像有些人就說我不吃肉啊 我不吃魚啊 我吃素我怎麼可能會只油脂攝取過多 可是你還是要看你烹飪的方式啊 就是如果假設你都是用 比如說用油炸的啊 或者是你吃的豆皮啊 或者是你吃的素雞啊 素魚啊 裡面太多加工的食物 然後裡面含的熱量過高 同樣還是會有過多的熱量堆積在我們的肝臟 形成脂肪肝 下一個的話就是我們常聽到就是說 我們常常吃水果吃多一點的話 是不是可以消除脂肪肝 因為你覺得糖跟脂肪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事實上是有 就是我們吃進去的果糖 它在我們的肝臟 它會代謝成有力的脂肪酸 那或者是它應該要透過 我們身體其實肝臟會把這些有力的脂肪酸 會變成我們這個VLDL 就變成小的脂肪排出體外 但是如果你沒有排的 你實在是吃太多果糖的時候 它就會轉換成三酸甘油脂 堆積在我們的肝臟 所以其實是我們如果吃到高果糖的食物 那當然最主要的還是說 我們的一些添加的飲料啦 我們講的玉米糖漿 或者是比較精緻的糖 這些糖分吃的比較多的話 同樣會變成三酸甘油脂 堆積在我們的肝臟 所以甜質也是會造成一個 脂肪肝的一個常見的來源 那至於水果的話 我們可能還是要釐清一下 就是說常常吃水果 或者是常常吃蔬菜 這還是正確的喔 可是如果你吃的水果 你大概選擇特定某幾樣 或者是你吃的不是水果 而是果汁 把水果打成汁 那其實無形中 你吃下去的糖分會特別的多 我來講個例子喔 就是我前次門子 也是有遇到一個病患 防疫在家嘛 常常就會去 去訂購整箱的水果 不容易保存嘛 就是說一定 大家還是要很快的把它吃完 因為怕腐敗嘛 對 平常也許你可能就吃一兩顆 可是它 因為變成一大箱的柳丁 它就榨汁來喝 一次可能吃下過多的水果 所以這時候也會有增加 這個脂肪肝的風險 從年少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吃水果 後來呢 我記得我在19歲的時候 有一次那時候是我工作的地方 然後我去做抽血 他說怎麼你年紀輕輕的 有三酸甘油脂 太高偏高的問題 然後其實我是不吃油炸的 那代表就是說 其實水果吃太多 真的會對身體不好 但是呢 這個時候就想要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吃水果 所以結果街坊有很多的藥 就說如果你吃水果 那個油可能會造成脂肪堆積 那是不是吃一些保健藥品就有用 可是我每次有看到廣告說 我都很懷疑 那個藥真的有用嗎 在健保裡面 它叫肝的庇護器 庇護器就是 類似保護肝臟的藥物 但是這些大概 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是說 它穩定肝臟的細胞膜 讓肝臟不要發炎 就是真的肝臟有什麼 出了一個發炎的狀態的話 你吃這些藥物呢 是有讓 有一點幫助肝臟修復的意思啦 可是你說照消脂 就大概就沒有那個辦法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說 你的肝臟已經是堆滿了脂肪嘛 那這些脂肪 你有沒有辦法靠藥物 讓它憑空消失 其實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像脂肪肝的確有很多 藥物在研發當中 或者是有一些 治療糖尿病的藥 或者是控制血糖的藥 他們發現說 可以好像可以讓 肝臟的脂肪少一點 但是現在都還沒有 已經納入到 我們叫正式的醫療指引當中 只能說這還在研究中啦 那所以說很誇大的說 它可以吃的藥 就可以把脂肪消失 我覺得真的是不太可能 其實大家就會講說 年齡跟性別 是不是也是 會影響到脂肪肝發生的機率呢 講到肝臟的疾病的話 我們講比如說肝癌好了 大家的印象就覺得 好像 應該是男生比較嚴重 這個好像想法也好像也沒有錯 那講到脂肪肝也會覺得說 大概男生的生活習慣可能比較不好 可能也許喝的酒可能比較多啊 可能就是 有脂肪肝的問題比較多 這樣講法也對 就是其實在我們50歲之前 我們大部分如果做一個 流行病學的調查的話 男生有脂肪肝的比率 應該是比女生來得多 真的後來有慢性肝病 或甚至肝硬化 男生的比率比較高 可是最近有一個數據 一個研究報告呢 他提出一個新的看法 就是他發現說 如果我們真的細分去看年齡的話 就譬如說我們如果是專門是統計 50歲以上的男生跟女生 來做比較的話 他卻發現是說 女生如果超過50歲以後的話 他的肝臟 他纖維化進展的程度 是比男生還來得快 為什麼 跟那個荷爾蒙有關 跟女性荷爾蒙有關 一般來說 男生他的肝病比較少 或者是說他比較會得到肝癌 是因為他缺乏女性荷爾蒙 那因為女生為什麼 比較不會有肝病 是因為他有女性荷爾蒙 女性荷爾蒙 在肝癌發生的過程中 他有一個保護的作用 那女生如果在50歲之前 畢竟他還沒有進到更年期的話 他的話有一個女性荷爾蒙的保護 但是如果你進到50歲之後 統計發現說 你少掉這個保護的話 如果你的飲食 運動習慣 沒有注意的話 你如果一旦發生脂肪肝的話 你其實後來進展到 肝纖維化 肝硬化的比率 是比男生還來得快 我很好奇想要問一下醫師 就是醫師 你在臨床 你在門診上面 你最年輕的這個病患 就是來看診的 到底幾歲就有脂肪肝的案例呢 有些高中 或者是大學入學的時候 都會做體檢 體檢的話就會發現 有些人就是真的秀紅字 就是肝功能就異常 那時候家長有時候很擔心 怎麼這個年紀 怎麼肝臟就不好 來做檢查很多都是脂肪肝 那甚至年齡層我覺得其實更低喔 因為我之前有我們的同事 或者在小兒科的醫師 他們就有做過 也是做過一些學校的調查 他們發現說 如果以國中生來說的話 台灣大概五分之一的國中生 都是過胖 五分之一的國中生過胖 五分之一喔 五分之一喔 對 有到脂肪肝有發現到 最早有到十一歲 這幾乎是國小的小朋友 就有發現到十一歲的時候 就有脂肪肝 像我們常遇到的狀況呢 常常都是 有時候是準備考試 所以學生真的很可憐 為了紓壓就會暴飲暴食 然後有些人尤其是準備研究所 尤其是十幾歲 二十歲左右 很多人在那段期間 時候他突然就會體重增加 然後脂肪肝就出完就出現 那肝功能就突然飆高 前一陣子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個爭論 他們在想說 到底是中廣型的肥胖 還是下半 就物質胖大腿跟屁股這種 到底是哪一種人 哪一種人對身體的危害比較大 一般我們現在 我們第一 我們叫代謝症候群 他講的就是屬於的中廣型的肥胖 代謝症候群之一 其中一項的話就是說 男生的腰圍大於90公分 90公分 女生的腰圍大於80公分 這樣子的話就叫做中廣型的肥胖 這叫中廣型的分配啊 那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把這個 這個中廣型的肥胖納入這個 我們的代謝症候群 對是一個健康的問題來說的話 就是因為 通常你是胖在這個區域 就中廣型這個地方 通常你的內臟脂肪也會增加 喔 皮下脂肪會增加 你的內臟脂肪增加 那我們身體裡面內臟脂肪增加 尤其是我們的肝臟 特別就會堆積脂肪 甚至其實連我們的胰臟 像有些人認為這個中廣型肥胖的人 我們的胰臟也會堆積脂肪 胰臟堆積脂肪 接下去會出現的狀況就是糖尿病人 所以我們像中廣型肥胖呢 跟我們的一些新陳代謝 有明顯的關係 那像這種大概都是男生比較多啦 像女生尤其也是一樣 到進入更年期的時候 尤其這兩個地方呢 就是雖然臀部啦大腿啊 它堆積脂肪的速度會特別的快 這也跟荷爾蒙改變也有關係 不過這些地方大致上來說的話 因為它沒有主要的器官 沒有主要的內臟器官 所以說它影響健康還是比較少 日常生活中 我們可以透過其他的方法 可以有效的來消除脂肪肝呢 最重要飲食上大概就是要先低卡 就是要減少碳水化合物的攝取 最主要的是一些零食先不要吃啦 零食先不要吃 一些餅乾啊 甜點啊 這些東西 這些應該先解掉 那麵包呢 麵包我覺得也是耶 像我之前就有一些病患 它說它只是簡單改掉說 吃少吃鍋貼 欸它就差很多 就是某一個飲食習慣它減少 或者是它早餐 它本來可能也許都是吃蛋餅 欸它現在就是 可能就是只要有一點 比較澱粉的攝取少一點的話 它的這個碳水化合物減少的時候 它的脂肪肝就可以改善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最重要的話 大概就是要運動 中度強度的運動 做中度強度的運動 就是說至少要留點流汗 然後心跳要增加 快走或漸走 大概30分鐘應該是可以啊 或者是有些人就是用忌步器去量 走個1萬步 像有些人還走到1萬5千步這樣子 那第三個其實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是 每一天要喝2.5杯的黑咖啡 可是呢不是說喝黑咖啡喝太多 是不是會造成骨質疏鬆呢 有沒有這種說法 欸你是有這種說法沒有錯 所以有人說喝咖啡可能要喝一點牛奶 其實咖啡的話它在醫學上面 有一些好處是沒有錯 針對這個譬如說肝臟啊 脂肪肝啊 肝癌啊 肝臟纖維化啦 或者甚至膽結石 其實都有研究是認為是說 如果你喝咖啡的話 它主要是說裡面的成分有叫濾原酸 那或者是說叫咖啡因 其實咖啡因也有研究是認為是說 好像咖啡因攝取比較多的人 或者是黑巧克力 他們有這些有咖啡因的食物的話 它可以減少這個脂肪肝 或者是肝臟纖維化的發生 有的研究是說2.5杯 有的人是認為要3杯 很多人喝咖啡喝到後來胃食道逆流很嚴重 這可能是要小心這樣子 聽說就是睡眠也會影響到這個脂肪的堆積 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如果你睡了只有6個小時5個小時的話 你產生脂肪肝 或者是肝臟發炎的比例會比較高 越晚睡或者你睡眠的時間越短 它會改變我們身體的荷爾蒙 就我們身體裡面有一個叫瘦素 或者叫飢餓素 就是大家很容易想 就是說譬如說你晚上你要是追劇啊 或者是比較熬夜的時候 其實你一定會吃點東西 這樣就當然容易脂肪肝 第二個就是說如果你的睡眠不足的話 隔天也是比較少運動 運動的動能會比較少 因為就是想打瞌睡嘛 就不太可能安排規則的運動 所以睡眠少 所以比較容易脂肪肝 間歇性斷食的話 我們之前我們有提到是說 168的斷食 間歇性的斷食方式 可是有人覺得太難太痛苦了 太痛苦 對不管是什麼樣的 的減重方式 或者是給脂肪肝的建議 我覺得是說還是能夠持之以恆比較好 因為有一些很多研究發現說 譬如說我們說低烤肉裡的飲食 或低碳飲食 或者是低脂飲食好了 很多研究都是做了6個月的時候發現說 欸的確喔這樣子有效 可是你把它拉到一年來看的話 發現又好像又腹胖了 又好像這個效果沒有出來 其實重點是能夠持之以恆 或者是能夠養成一個習慣的方式 我覺得是最理想的 那像譬如說168斷食的話 或者是168說間歇性的飲食的話 的確我覺得還是會有效果 就是這樣子的減重方式 的確可以在短期的時間達到效果 不過有點痛苦啦 有點痛苦 然後或者是說不見得每一個人 適合每個人 他都有辦法這個持之以恆下去 所以我們所謂的1410 會提出一個1410間歇性斷食 他的意思就是我們把16改成到14 就是代表說14個小時不要進食 然後有10個小時可以吃東西 那舉例來說 譬如說你晚上9點之後 比如9點之後我們不要吃東西 然後可能也許再晚一點去睡覺 到隔天早上的話 可能譬如說到11點再吃東西 不能進食的時間 把它縮短個兩個小時 那這樣的話可能會增加順從性 然後可以達到類似的效果 所以從醫師跟我們的醫學建議裡面 就是減少碳水化合物的設施 尤其是精緻澱粉的攝取 然後要保持運動的習慣 那最主要睡眠要充足 然後也要好好的控制飲食 如果做到這一些 就有很大的這個機會 可以消除這些已經堆積的脂肪 對無論是身體的或是肝臟裡面的 當然如果說在醫學上 還需要更專業的建議 還是要到專科門診上面去向醫師來詢問 對不對 那最後面醫師有沒有什麼建議 要跟大家來分享 對大家的建議就是說 其實脂肪肝想要消除 大概也不是一朝一夕就會達到的 其實大家可以根據自己身體的狀況 定一個長期的目標 然後能夠做到能夠持自己的身 我覺得是就可以了 身體的健康 只有自己能夠照顧好自己 那下次如果我們還有這一方面 這個醫學專業上的這個問題的話 那我們再來請教醫師囉 好 可以啊 謝謝 謝謝哲青 今天就先到這邊要一個小小的段落 那我們就跟醫師說再見囉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